为什么约拿不想去尼尼威 这是历史上描述尼威王对他俘虏所做的事情 他说 我在他们的城门上立了一根柱子 把所有造反的首领都剥了皮 把他们的皮盖在柱子上 有些人是被我封在墙壁里 有些是被我用木状刺穿了在柱子上 我看到他们的皮 我砍断了许多的军官和叛乱的贵族的手脚 我用火焚烧了他们中间许多的俘虏 还有许多人被我当作活着的俘虏 有些被我砍断他们的手 鼻子耳朵和手指 还有许多人被我挖掉的眼睛 我做了一根用活人做的柱子 一根用人头做的柱子 我把他们的人头绑在城市的周围的树上 我将他们的青年男女都丢入火中焚烧 希腊的哲学家描述了尼尼尼尼王一个变态的行为 甚至他的人民都造反 他把太监妻妾都绑在一堆珠宝上 然后自我焚烧 弟兄姐妹 你会拯救一个如此残忍的民族吗 尤其是如果他们是这样的对待你的同胞 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 我们会不会原来一个伤害我们的父亲 一个抛弃我们的母亲 一个背叛我们的配偶或朋友呢 然而这就是上帝对尼尼维人的爱 这也是他对以色列人的爱 也是他对我们的爱 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来为我们而死 在这史上最伟大的真爱故事系列的结尾 我们被提醒了上帝的怜悯 以及上帝留给约纳 以色列和我们这些阅读约纳书的人的挑战 你会如何回应这本书结束时所问的问题呢 约纳书第四章十节 耶和华说 这个碧玛树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 一夜长大一夜死去 你尚且爱惜它 何况是你你为大臣 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十二万多人呢 并且还有许多的牲畜 我怎能不爱惜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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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